美国总统拜登3号签署行政命令 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的有关行径违背市场规律 破坏市场规则和秩序 损害的不仅是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也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的利益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发言人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市场规律和原则 撤销打压中国企业的各种所谓清单 为中国企业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投资环境 左南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以豁免清华日军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 获取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数据 进行生物武器研究 德特里克堡基地正是在此基础上 快速发展成为美国生物武器研发基地 该基地目前仍保留着美国军方一个P4生物实验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联系到美国军方与731部队相互勾连的历史 望美国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有关报道提及 在二战结束后 美国在几年时间内陆续派德特里克堡基地 细菌战专家前往日本 想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 731部队主要成员了解日本细菌战情况 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的数据资料 支付了25万日元 美国甚至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 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行 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 生物武器顾问 联系到上述美国军方 与731部队互相勾连的历史 我们很想知道 美国什么时候 能给国际社会 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却报道 日本向台湾提供了124万剂 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